各位看官 大家好 今天家军给你们分享的题目是 庆丰不死 国难未夷 那么长言说得好 庆父不死 鲁难未夷 我稍微演绎了一下 叫庆丰不死 国难未夷 还有网友说 恶习不除 国无宁日 当然大家都非常清楚 庆父不死 鲁难未夷 他指的是 一个国家的罪魁祸首 如果不除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便不得安宁 不得安生 因此 人民也常常把 那些制造内乱 使国家 使社会 使苍生 使黎明 得不到安宁的人 把他什么 叫做庆父 或者叫什么 庆丰帝 今天我们讲庆丰帝 庆丰不死 国难未夷 之所以我这么有激情 这么有私信 乃呢 是受制于 这个网上 最近一篇 非常流行的文章的启发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叫做 全国最大的小学生 该下课了 是由这个谢斌先生 所写 不过呢 网友对之 还做了一些 小小的更改 说建议呢 把标题 改为 全世界 或者全宇宙 或者全天下 或者全球 最大的小学生 该下课了 想必 我这样一说 您就知道 指的是谁 指的是老 刁 刁 刁二 刁二爷 朱刚烈 习近平 那么既然那么有私信 我想呢 就先给大家分享几首诗 就像古代说书一样 先上了什么 诗约 先来几首诗 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 这篇文章的后面呢 附了几首诗 其中呢 有江大公子 他写的几首诗呢 非常有意思 想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 江大公子 写的诗 第一首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做逆流 或者叫逆流之一 是包子当道 心腰风 华夏 重返 文革中 逆流 而行 自作死 绝路 狂奔 党 临终 那么第二首诗呢 我也把它叫做逆流 说 末路狂奔 回旧途 效法老毛 做死黄 世界潮流 其能力 黄粮梦行 席必亡 那么第三首诗呢 实际上 是夸耀 清华大学的 许章润教授 当然还有很多教授 说 老教授 现英雄 一身正气 胜腰风 觉醒民众 反共匪 天不灭共 人灭共 那么第四首呢 又说习近平 说 昔日毛腊肉 今日 习猪头 民族 被分尸 自由 成性奴 人权 无一致 法律 成建奴 渐渐 社百姓 猪头 成魔头 第五首 包子当道 百事衰 做梦 见猪 有劳灾 核心当众 能宽衣 百姓 做梦 党安排 天天必做 中国梦 时时都吸 毒雾霾 做猪 不能梦 见猪 唯有 束手 被图斩 第六首 雕种 登基 爱做梦 腊肉 包子 口味重 以黑凡腐 除一集 改革 开放 皆成空 逆流 而行 修宪法 想当 二世 难成功 做梦 玩雪 吃腊肉 梦里 不知 寿 已 终 第七首 讲他的学历 学历不过 功能兵 经历当过 红卫兵 独夫得到 为领袖 民贼 篡身 大救星 讲官场 什么 流须拍马 新常态 假大 空废 又盛行 唯武百官 皆太监 愚迷万众 宋 敬 平 第八首 包子当政 是独裁 事意妄为 遍地灾 天公 从此 不抖手 神 舟 子 将 狗 奴才 第九首 胡尔 何欣 雕主席 统帅 三军 全无敌 胸怀 大志 爱 做梦 夫 长 龙 墨 善 宽 吃饭 砸锅 雕 思想 党媒 信党 党 党 信习 包子 领袖 不毛后 重返文革 创 奇迹 哎呀 真是 世行大发 蒋大公子 他还有一个小诗 写的更容易 是 说习包子 相思 就是说 描述 老雕 习包子 主席 红卫兵 总书记 插队知青 陕西重地 红二代学童 工农兵学历 特长 一时其子 辟有博士外衣 文革 沦为狗仔子 如今 效法 毛皇帝 历任 县长 市长 省长 升官 如坐 直升飞机 怀抱 歌星 涌过 美人观 富有 全数 玩弄 英雄记 赌腊肉书 背语路 几千条 行几步路 到全球大傻壁 万马齐音 党媒姓党 党姓习 联手齐山 一服反腐 除一己 逆流而行 心 修宣 修宪 修宪 法 适当 袁世凱 机关 算尽 机关 算尽 西朝 以临近 平西 这快完蛋了 有一个网友 叫 姑都 他总结了一下 习近平 从小到大的 生长 时间线 他说 小学生 是借亲爹之印上位的 小学生屁股稍稳之后 就开始借翻腐之名 打击一击 连江爹的面子也不给 意图指江干爹于死地 那么江还是老的辣 干爹避开正面战场 紧接着二愣的小学生 又胡作非为 暗中死半子 知道什么 定于一尊 定啊 定于一尊 谈于日的鱼 定于一尊到现在 又欺乎南下 在外人看来 定于一尊 不过是毒夫 是民贼 只不过是一个二愣子 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 只不过是一个打乱牙齿 往自己肚里咽了 蠢货 那么这位网友说 在这条时间线上 客观上 是中共 自食以来的 儿皇帝养成手册 这个一方面呢 所谓的中共也想进化 也想提高 这个什么 执政的效率 但是呢 在这种体制下的儿皇帝 无一例外 都会退化 那么退化到什么程度呢 就退化到这个老雕 朱 朱刚烈 雕刚烈 习近平 这么一个样子 其实说穿了 就是老百姓说的 爷爷 老子 乐紧裤腰带 接紧下来的那些家财 都被这个 蠢货 这个呆子 吃喝嫖赌抽 五毒俱全 给拜光了 改革开放 几十年 积攒的一点点国力 都被这个大撒毙 往往一撒 给撒完了 撒得差不多了 那么今天呢 是九州兴风血雨狂 包子登基 不吉祥 铲出一击 手不软 践踏人权 心如狼 那么谢宾先生写的 这个全国最大的小学生 该下课了 这个题目的文章 比较长 网友说呢 这个标题呢 改为全世界 全球 全宇宙 最蠢的小学生 该下课了 那么谢先生说 无论现今的中共国 说什么话 办什么事 美国政府 都不会再相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美两国关系 今天来看 已经一夜退到了文革之前了 也就是说 中美两国关系 已经回到了 冰点 客观地说 中美两国关系 已经退回到了 1972年 尼克松访华之前 甚至回到了 韩战期间 两国 敌对的 这么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中美两国已经 互相视为 叩仇了 就连我们在海外的 这些人士 也呢 时不时的 被这个美国人 当作是什么 是 中共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 分不清中国和中国 那么一提中国 他当然知道 我们是从中国过来的 实际上 他恨的是中共 结果呢 我们也 这些国人 也跟着中共 遭殃 那么今天看看 国内官方的那些 反美习文 和突然放映的老电影 就知道 中美关系 已经严重到 什么程度 中美两国 友好 已经成为过去 现在 再次成为敌人 那么到底是 谁造成的 不许多说 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 那就是谁呢 答案 就在于 那个蠢货 那个猪头 那个猪刚烈 那个习近平 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当然 中共党府里面 你仔细地 巴拉巴拉 也真的找不出 有什么更好的东西 为什么呢 中共就是一个专制 就是一个独裁政党 中共国就是一个专制 就是一个独裁政府 那么因此说 究竟该怪谁 当然 我们说 色人先色 擒贼先擒王 造成当下中国 内外交困 这么一系列严重问题 一系列倒退 经济下滑 这个什么 民企 萎缩 就业 怎么可以说 江河日下 毫不夸张地说 今天的 这些恶劣处境 都可以用什么 内外交困 这四个字来形容 那到底谁在责任 习近平说了 他对这个事情 负责 那 你还别说 你不负责 谁负责 你那个老雕不负责 还有谁负责 中国确实有一个人 必须要对此 负全木责任 他本人也说了 就是这个老雕 就是这个朱刚烈 他躲都躲不过 这个人叫什么 就叫定 就叫鱼 定也是屁股的那个定 鱼就是台语的鱼 一尊 就是一吨 哎呀 这是一堆吧 就是一堆详 就是定于一尊的那个尊 那么既然你这个定 都定下来了 你这个一尊 你这个一堆详 就要负责 所谓的一尊 本来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独裁 专制社会中文 一个概念 你像古代的那些皇帝 现代的大独裁者 独夫民贼 都属于一尊的范畴 那么习近平竟然 从自己是一尊 还要定在上面 那就不是独裁者 又是谁 那就是这么一个 大独裁者 就是这么一个大蠢货 不过呢 这个谢宾先生说了 一尊不过是个小学生 这个揭开这个一尊 皇帝的新衣 几乎全世界人 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 今天中国的那个一尊 不过就是一个小学生 是中国 乃至全世界 乃至全球 乃至全宇宙 最大的一个小学生 最醜的一个小学生 而已 一尊小学毕业那年 文革就开始了 从那以后呢 他现在也没有接受过 什么正规的教育 他初中的时候呢 在文革中混过去的 然后就是高中 上山下乡 后来有所谓的 梁家和狗皮经验 不过呢 就是一帮 马屁精 无音屁的编造 架子呢 还不如那个厕所的子 他文革中 靠一艘老姐 上了那个大学 实际上就是专门 为这个张铁生美 所办的什么 工农兵大学 他所谓的什么 狗屁博士 他也没上过课 他也没经过 严格的论文答辩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 假博士 人家一个假博士 还嫌不够 怎么样 刚刚又到他 额爹那地方 我昨天刚做一期节目 又拿一个假博士 土的假博士 他有 阳的假博士 他也都有 真的是一点点都不害臊 他还说那个什么 总书记书房 别看书架上 摆了那么多书 摆了那么多的 这个中外巨著 又读了那么多书单 又摆了那么整齐 一尘不染 但是呢 大家一看就清楚 怎么样 他根本就没有读过那些书 如果读过的话 能够把那个通商宽能 赌成通商宽业吗 把那个精湛系列 赌成什么 精神系列吗 把金科律律 赌成什么 金科律律吗 把一指气实 赌成一指气子吗 这都是一个博士 该办的错误吗 我觉得 他恐怕连一个小学水平 连一个完整的小学水平 都没有吧 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他就是一个 大致 拾不了一箩筐的小学生 就是一个白痴大王 就是一个白痴 今天的中共国 就是这么一个白痴大王 就是这么一个小学生 就是这么一个白痴 在统治 他呢 还想继续干下去 他要搞终身制 那么因此我们看 今天中共国的这个一尊 你还别说 不管是纵相比 还是横相比 他连那些非洲 那些非常落后的一些国家 像波斯瓦娜 像那个扎德 看麦龙啊等等 连人家这些国家的 这个领导人水平都没有 他还给那个什么 所谓的这个毛太祖比 他认为 想学毛太祖 想学 我们中文讲的什么 先帝 你有那个水平吗 你没有 当然毛太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是一个死拉肉 烂拉肉 不过呢 一尊 的确是 他想学 那个毛 你想学毛 你那个皮毛 也学不来 今天一尊 不过呢 他学毛之后 搞得全国人民 又想要过那个 毛太祖那时候的日子 又要搞什么文革 又要让人民饭吃 又要打鸡血 又要搞阶级斗争 又要这个让知识千年 上山下乡 又要斗这个大学教授 又要重走长征路 又要那个什么 让民营企业家倒霉 这个一尊 大家看一看 除了会做这些傻事 蠢事 坏事 他还会做什么事 他根本不会 他本来想 那个全盘造钞 毛太祖的治国之道 但是呢 他说实话 他那个小脑袋瓜 与那个又臭一烂的 毛太祖相比 根本也没法比 是天壤之别 他想望毛的 象背的毛 都望不上 不过呢 在一尊的脑袋里面 他的想法 除了毛之外 他根本 除了毛测之外 除了毛测洞之外 他根本就没有 其他的想法 他要走毛太祖的路 这就是他 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发明 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也就是说 一尊只懂这个道理 除此之外 其他什么都不懂 哎呀 一尊发迹 不过是 托了他老爹的福 他老爹 习仲勋 活到今天 能够看到 一尊这个样子 不被气势 才怪呢 所以说 他老爹呢 也别有知智之明 在这个一尊 还没有掌大权之前 怎么样 早早的 就不给那个七星 快乐一生 战斗一生 天天快乐 天天战斗了 他去世以后 这个七星竟然把这个床底之语 写在了那个什么 席林的 那个纪念碑上 快乐一生 战斗一生 天天战斗 天天快乐 结果战斗出来 快乐出来 这么一个蠢货 这么一个包子 这么一个雕刚烈 你说有趣不有趣 所以说 他老爸活到今天 恐怕 早就被气死 别说一次 他祖宗十八倍 十八次都被气死了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此呢 这个谢斌先生就说 如果 习近平的老爸 活到今天 也肯定会说出 小子 你这个 狗 狗 狗什么的 下课 因此呢 谢斌先生说 中国 这个最大的小学生 该下课了 全世界 全宇宙 这个最大的小学生 这个蠢货 这个朱刚烈 这个刁近平 这个刁二 该下课了 为什么呢 他无德 无才 无能 就是一个小学生 根本就是一个 毫无能力 应付今天 复杂剧面 和严谨 挑战的这么一个蠢货 只要这个小学生 还在为一天 中国就走下坡路 他在为的时间越长 那么中国人就越倒霉 问题就越多 问题就越严重 可以这样说 中国当下有多少问题 那么这些 所有的总根源 大概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屁股 就是这个谭鱼子 就是这个一尊 就是这个刁二爷 就是这个朱刚烈 就是这个习近平 所造成的 那么要想解决这些问题 并非无解 那么所有的解怎么样 目前第一步 就是要让习近平怎么样 下课 就是你把你这个一尊 真正的 放在那个定 那个地方 当成一个屁 给放掉 你不放 还把你憋坏 还憋出病来 他不管是什么 称病隐退也好 不是腿全了吗 在俄罗斯 放他额蝶 差点摔倒吗 下最急照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退位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看着他老爸的面子上 给他一个台阶线也好 不管怎么说 自己下来 总比别人赶下台要好 自己体面的 这个辞职 总比要学他的杨舅舅 那个齐奥赛斯库要好 这个否则呢 这个 我就不说了 对不对 那么自己下台呢 总比被人们拉下台要好 那么习近平崇拜的那个 毛拉着不是说了吗 人贵有知智之明 因此呢 你这个雕儿 你这个猪刚烈 你这个蠢货 你这个呆子 你这个权有众 最蠢最蠢最蠢的小学生 该下课了 你该有知智之明 你该白白了 中国人民的前途该到来了 你下课之后 你over之后 我们中华民族就像那个天津 今年的高考照位一样 才能赢了怎么样 光明前途 好 我们再演示一下 我们的首词语 天下导共 恢复中华 携手并进 光明前程 我说导共必导习 因此呢 天下导共 我们也可以用 天下导习 天下导雕 乐得我不行了 另外呢 我看一看 那个 大家都知道 6月9号 这个香港 反送中运动 将于呢 下午两点半 就是这个 香港时间 下午两点半开始 那么这个时间呢 应当是美东时间 6月9号的凌晨两点半 如果呢 我不是太累的话 到时候哪个人 要做直播 来讲讲这个事情 好 感谢各位网友的观看 感恩您的转推 这期节目呢 到此为止 嘉军这边有礼了 感谢您的转推 感谢您的转推